我今天可以聽一下 你們現場唱歌嗎 可以啊 因為你們樂器都帶來了 對啊 一定要聽聽你們的新歌 其實是我們發的新專輯 謝謝你 謝謝 太好了 那我們就聽聽蘇達綠 這一次帶給我們的新歌囉 我們要唱早點回家 Yeah 那是在被人們感覺一起的地方 大馬路 海平方 荒媚不滿 鬧嚷嚷 生命很多 山中開滿的過鋪塵 羊老枝牙 日子很長 只要是對在等孩子的窗 我們都是一個人 加上另一個人的張商 世界的牆 從他們的手掌到我們的肩膀 流浪星光 代替著那麼多眼神對我說話 早點回家 早點回家 我們都是一個人 我們都是一個人 加上另一個人的張商 世界的牆 從他們的手掌到我們的肩膀 我們都是一個人 流浪星光 代替著那麼多眼神對我說話 早點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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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寬寬 陰寬黃 牽手的步履沉霜 天茫茫 月滄藏 泥漫的流域回蕩 笑音一聲 花花 鏡頭間的路暖暖 你途中央 我頂上 深情太陽 謝謝 這次太棒了 好好聽喔 你的歌聲真的好好聽喔 而且真的是跟大家的評價 還有我們查到的資料真的是一樣 而且我覺得微妙微笑 大家這樣形容清風的歌聲 說你是妖嬌的歌聲 這一定是內地的觀眾 真的嗎 會用妖嬌兩個字通常都是 怎麼練得那個聲音 自與生俱來的 對啊 其實就是天生的聲音 就是這麼奇怪 你跟上帝接觸過嗎 祂親吻過你的聲音嗎 跟上帝接觸比較多的是小威 我反正是菩薩接觸比較多一點 菩薩 所以菩薩親吻過你的歌聲嗎 你為什麼會有這麼動人的歌聲 就是媽媽給我的聲音這樣子 你媽一定感到驕傲 對啊 我一開始以為就是 因為我其實以前不太會唱歌給家人聽 所以我一開始以為我們家人 會跟其他人一樣會就是 我聲音怎麼這樣 結果沒有想到 我媽媽非常非常喜歡聽我們的歌 真的 而且我媽很另類 她喜歡的歌通常都是 專輯裡面最冷門的歌 然後就是 我媽是一個很有Sense的 那通常大家對你歌聲的評價 或是什麼 他們都怎麼形容你 通常比較兩極化吧 可能喜歡的很喜歡 不喜歡的很不喜歡 然後以前我們剛開始在表演的時候 有很多人 可能是我們自己的同學 或學長姐 她可能本來也沒有聽過你唱歌 然後她事後就會說 我剛剛遠遠聽以為是 就是女主唱這樣 就走進竟然是你嚇了我一跳這樣 所以一開始就是有很多人 會以為我的聲音是女聲 對啊 會比較 那你自己覺得呢 我一開始聽自己的聲音 以前因為我一開始都是 跟欣怡一起錄Demo的 所以一開始 其實我們錄Demo 錄出來的聲音 我一開始也是 原來我的聲音聽起來是這樣 所以我可以了解其他人 一開始聽到那種衝擊的感覺 就會覺得好奇怪的聲音 但是聽久了其實還蠻好聽的啦 真的 團長這樣覺得嗎 團長你怎麼看呢 其實我第一次認識她 也是在一個歌唱比賽 我當初聽真的也還蠻刺驚的 但是我覺得她聲音就真的是 你越聽然後 九二九十你就迷上她了 會像好像迷戀上 對 然後有時候 像我在彈吉他的時候 有時候跟著她的聲音 反而更能進入這首歌的 會不會有依賴感 對啊 連你們自己都情不自禁嘛 對啊 真是噁心 後面的聽牌 是在各有這樣覺得嗎 三位先生 我們有類似的感覺 但沒有像她這麼錄鼓 因為你錄不了鼓 對 很好 在鼓很難露出來 就讓她露出鼓頭來的 你們後面也是吧 喜歡她的歌聲 喜歡這個聲音 我覺得她的聲音 透過麥克風 跟透過錄音室 跟現場在她旁邊聽的感覺 都不太一樣 不一樣 我個人是最喜歡在她旁邊聽 真的 就是剛才那個感覺 但剛剛有點卡的 對 因為有一些 一些那種 她的呼吸 跟一些那種 我也不會講的感覺 反正就是很棒就對了啦 對 就是清風的歌聲 還有蘇達綠這個團體很棒就對了 高音絕對難不倒你就對了 好 我們進一段廣告 廣告就回來 我還要一個小小的奢求 就是 小琴哥 非聽不可 吉利所定 其實實際上我們在 快要大學畢業的時候 本來要解散了 結果就在那個解散 就是想說解散前 要來一個紀念的巡迴之旅這樣 就在那個途中 就遇到了韋澤老師 沒有 沒有 我不會 對 我覺得